Hello大家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准备的食材 这里呢我们准备了一块鱼柳 还有一小块姜,还有两瓣的蒜 还有两朵的青葱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处理我们的鱼柳 这一次呢我使用的是这个Dolly Fish 在我们把这个鱼肉给洗好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的表面的水分给吸干 这样子我们腌制呢才比较容易入味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鱼肉一分为二 之后我们薄薄,给它切个片 就可以的啦 因为我刚才有这个鱼哦 其实你们用别的鱼呢也是可以的 好,切好之后呢我们先放在一个碗中 我们要做一下腌制 这里我们先加半汤子的糖进来 少许的盐进来 再加少许的生抽 再加少许的胡椒粉,可以做一去腥 接着我们加半汤匙的麻油进来 接着再加入半个盖的烧性酒进来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敲个鸡蛋进来 我们只需要蛋白,蛋黄呢我们不要 这样子炸出来的鱼肉呢 少许更再酥脆哦 好,接着就用你单身多年的着手把它搅拌均匀 接着呢我们先加一汤匙的淀粉进来 好,接着再加一汤匙进来 给它完全吸收它的那些酱汁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放在一旁,延至20分钟 好,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我们的淀粉水 我们先大一汤匙的淀粉来 加少许的清水,给它搅拌均匀 之后我们先放在一旁备用 这个淀粉水呢最好是提前准备哦 不要到煮的时候才准备哦 这样子就会手忙搅拌均匀的 接着呢我们把我们的姜 给它切成薄片 蒜头同样的我们把它切成薄片 接着呢我们先放在碗中备用 这个葱白呢我们就把它放跟姜一起的碗里就可以的啦 接着呢到我们的青葱 我们先把葱白的部分先处理好 我们把它切成断就可以的啦 葱面呢同样的我们也是把它切成断就可以的啦 葱面呢我们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盘中 因为我们下的不咒不一样 这个葱白呢我们就把它放跟姜一起的碗里就可以的啦 好接下来呢 油大约五成这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下我们的鱼肉 下鱼肉呢我们有个讲究 我们要从锅边开始下慢慢下慢慢下 下到一半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你头头刚刚下的那些鱼肉呢 已经浮起来的啦 但是我们又再往那些已经浮起来的位置 又再继续下 下完之后呢大约炸个一分钟 我们先咬一下这个锅 防止它沾底 可是几乎都是不会沾底的鱼肉 因为鱼肉会浮起来的 之后呢我们再稍微把它给分离一点点 因为我们刚刚一直下是下的太多了 我们把这个鱼肉给它分开 我们大约中火打个三五分钟就可以的啦 你看它的颜色一定是金黄色之后呢 就已经是差不多的啦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 待会呢我们还要做二次复杂 捞起之后呢我们把油温再次提高哈 之后呢我们加入鱼肉 再做二次复杂 再做二次复杂呢我们大约炸个十到十五秒左右就可以的啦 在这个其中呢我们要一直不停的搅拌 这样子它才会炸着更加均匀 而且没有那么油腻 而且更加酥脆 茶汁时间差不多之后呢 它的颜色也比较好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控油 放在旁边用 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炒我们的酱汁哈 我们再加少许的油进来 我们先加入我们的姜片 还有我们的葱白 先把它们爆香 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打开中小火慢炒 我们要炒出这个姜和葱白的香味哈 这个步骤很重要哈 之后呢我们再加入我们的蒜片 因为蒜片呢比较容易烤洞 所以我们最后一步呢才来下 同样的我们进行把它给爆香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加入适量的清水 这个清水呢就要看你自己要多汁还是少汁了 接着呢我们加半茶匙的鸡精进来 鸡精呢如果你不放的话呢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接着呢我们再加入一汤匙的蚝油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再加入少许的盐 再加入少许的盐 再加入半个盖的撒心酒 之后呢我们大花把它煮开 我们大约煮个两分钟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把葱叶给加进来的了 这时候呢再给它稍微煮个一两分钟 这样子就可以的了 接着呢我们就要做勾芡的步骤 我们加这个淀粉水呢 我们不能一次会把它加到碗 我们要一点一点这样子加 不要整碗直接这样子倒下去 加到差不多呢你满着那个浓稠度之后呢就可以的了 稍微搅拌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浓稠度够还是不够 不够的话呢你再加 接着呢就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鱼肉了 给它快速翻炒均匀 炒至均匀之后呢就搞定的啦 好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吃到米食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叫它试试看哦 有什么关于朋友们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你的家人我们下期再见